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在很多时候,外国人的脑洞都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他们总能够用各种各样的奇特发明来改变我们的世界观。 就拿接下来这辆红色双层巴士来说吧,经过设计师的大胆改造后,它竟然变成了一辆可以做俯卧撑的大巴。 这辆双层巴士名为伦敦Buster,是由捷克著名艺术家David Serney亲自设计并打造出来的,整个设计打造过程仅容了两个月的时间,这样速度可以说是相当惊人了。 真应了那句话,脑洞开了挡也挡不住,这辆巴士每次上路都会吸引一群人的目光,甚至有许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寻找它拍照合影。 这辆大巴跟普通大巴最大的区别就是车身延伸出来的两只肌肉强劲的巨型红色手臂了,让人很容易将这辆大巴与大力士联系在一起。 这两只手臂是通过两台巨型电机启动的,当电机启动后,两只手臂就会开始像人一样做俯卧撑了,甚至比人做的俯卧撑还要标准许多,可见设计师不仅有超人的脑洞,还有着超人的技术。 这辆大巴在伦敦奥运会期间还现身在了捷克代表团的总部外,它通过自己设计独特的外观以及展示出的强劲臂力,一下就吸引来了无数游客的目光。 面对这样一辆大块头,许多网友甚至调侃道,这才是纯爷们该有的样子,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感谢观看